And we are back live in 3, 2, 1 欢迎大家回到Say Something 我是Kevin 我是Shelly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podcast之前呢 想要谢谢大家帮我们翻译上一集的 Politically Correct 中文就是直接的 英番中政治正确 没错 然后刚好最近有一些话题是可以 比较敏感的 可以当作example给大家听听 就是最近比较严重的疫情 很多人会称它为武汉肺炎 但很多人又会纠正它 说它真正的名称叫新型冠状病毒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perfect example 就像如果我们在这里说 我们也不能说It's a Wuhan virus It's the coronavirus Right Anyways 现在疫情很严重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外面注意安全 对 多洗手 然后 不要碰脸 不要碰脸 要消毒 对 That's all we know 我们也不是expert 所以我们也是尽我们的能力 尽量待在家里工作 然后也不要太常到人群多的地方 大家注意安全 希望这个疫情可以 快快结束 尽快的平息下来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国外求学的过程 会不会遇到一些racism 歧视的问题 跟学新的语言上面的一些困难 好像我们也可以聊聊在国外教育 跟亚洲教育的差别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 这可以聊一整集耶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再跟我们讲一下 对 因为我常常会听到这种比较 好像很多人会觉得 很向往国外的教育 或者是觉得国外的教育 比较好 或者没有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based on 我们自己的经验 来给大家clear up 比较这些differences 因为其实 it's not what you think right 那你是什么时候移民加拿大的 我们家是在 OK 我们的故事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有一天 在台湾的时候 我坐在我爸妈车上 然后我overheard 偷听到我爸妈跟我两个哥哥在聊 说要搬去加拿大事情 但是前提是 在那之前 没有人跟我提过这件事 也没有人跟我讨论 所以我听到说非常震惊 然后我就很戏剧化的 坐在后座默默的流眼泪 你那时候的地位应该还不够大 没有人理你的意见 对 我那时候很小 然后我就很dramatic这样子 对 可是从小时候就可以看出个性 因为我真的是 很不喜欢适应新环境 对 我就是喜欢在我舒服的环境里 我那时候觉得 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已经有认识的朋友 然后在台湾生活的 很好 就要换新环境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是怕change 你觉得只要现在这样子 好好地安安闻闻闻的 就可以就满足了 对 就像我大学 申请大学的时候 高中申请大学的时候 完全没有申请东部的 什么多很多大学 我都没有申请 我就只想待在 BC British Columbia 在台湾里面 你的 comfort zone 对 但你不会对别的地方 有好奇吗 你那时候听到加拿大 你不会觉得 哇 你没听过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以去玩 但是对我来说 要整个生活环境变化 听起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但是那时候是后来 我们全家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移民来的 可是因为我爸妈知道我反应 就是可能跟他们预期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 那让我继续留在台湾 把国小六年级 读完毕业 高一个段落 再搬到文革华 对 让你有一个时间可以去缓冲心理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你爸妈真的很疼你 不要那么 stressed 没错 然后过了那一年之后 因为刚好就觉得说 跟父母分开很久 也蛮像 就是蛮像他们的 所以搬过来就 比较自愿一点 对对对 比较愿意一点这样 我跟你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小的关系 因为我是大概四五岁的时候移民加拿大 哇那真的是超开心 我那时候听到国外 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国外 我根本不知道地球上有别的地方 我以为台湾就是你知道全世界 但是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哇 哇好兴奋 一到那的时候看到外国人 会长到不同的 你知道种族的人就觉得 哇哦 好不一样 对啊 就感觉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对那种感觉 那求学的话 因为我是读幼稚园 我觉得我的那个经验 可能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直接之后跳到 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些处境 但是我觉得你的经验比较特别 因为你是在台湾读到六年级 其实已经是 懂事的一个年级 你直接换一个新环境 你觉得那时候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那时候第一天上这边小学的时候 哦对因为台湾国小是到六年级 但是我其实国小毕业了两次 因为文革华的小学是到七年级 所以我来这边之后 我又直接再读一次小学七年级 这样 然后对对对 然后那一天 呃第一天进学校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们就在讲外星语言 嗯 因为虽然我小时候有接触英语 就是双语幼稚园 然后也会上英语补习班什么 但是当你到全新的环境 然后他们 他们讲话就是都不是像在上课的那种感觉 对 你完全听不懂 因为他们讲太快了 嗯 那你那时候怎么克服 怎么克服 是 还好我们那时候班上有一个台湾女生 哦 对然后他就会就是陪伴我 我听不懂他就会帮我翻译 但是我同时间我爸妈那时候有帮我请家教 就是要一直加强加强这样 我觉得那是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好像 去学校你其实会看到很多种族的人 不同种族的人都是跟他们自己种族的人混在一起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comfort zone 他们可能比较想要找一个安全感 因为毕竟来到异乡想要找到同类 比较会有一种感 就是安全的感觉 嗯 但我小时候来的时候 我去读的又不是幼稚人小学的时候是没有那时候刚好没有太多移民的人 嗯 没有很多亚洲人 然后有的亚洲人他们是完全不讲中文的 对 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小所以还好我适应很快 我那时候也没有觉得什么东西不好被欺负或被欺啊 或者是不适应那时候就是觉得每天都是在玩 嗯 因为你在 因为我知道台湾读书是非常辛苦 你要每天要读的书很多 然后你要会的东西很多 还要补习班 嗯 我们那时候读书就是每天去学校坐在地上 然后老师就是读故事书给你听 嗯 然后老师就还会边表演边读给你 然后剩下时间就是跟别的同学玩 就很生动那样 诶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小学七年级那一次 就是我们我们有一堂课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要给大概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们讲故事 嗯嗯 我们七年级的要讲故事给二三年级 那种buddy system是不是 嗯嗯 然后就是会分配给 嗯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大姐姐 然后我们要分配给一个小孩这样 我就觉得那个互动真的很可爱 我也有过 你有过 我那时候有也是七八年级的学生来学校 然后每个被assign 然后我们那时候每个小孩子都觉得自己的buddy 自己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是就是很帅 或很漂亮就会爱他们 对对对对对 但你没有读故事书给小朋友过 好像哦 因为我后来读到在加拿大读到六年级之后 我去上海 哦 对我那时候去读国际学校 所以那有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你有碰过任何racist 或者是任何的challenge吗 其实真的还好 我觉得温哥华 还蛮 因为很multicultural嘛 所以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对我是非常understanding的 嗯 基本上大家都对我很 友善 对 他们也不会因为我那时候听不懂或怎么样 就就看不起我什么的 对但是反而学校里面没有啊 但是我那时候外面有上跳舞课 哦对然后反而是华人会就当时啦华人有一对女生反而看不起我 哦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里亚洲人笑亚等于是说ABCCBC 亚洲人的话就是叫他们Fobbs对那Fobbs的简说是fresh off the boat 意思就是你是香巴佬嗯就是你中文英文讲的很烂会有口音对他们会有点歧视或取笑你对很奇怪真的是不懂为什么知道自己的种族人都是要去欺负自己的种族但是那就是一种现象反而在这里碰到外国人对你的歧视比较少好对他们反而就是我觉得真的很nice哎嗯不过我是海豪的那就是一种现象 因为回到学校的话回到学校对不起嗯我反而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韩国女生朋友lunch break的时候国小青年级lunch break的时候她就不打开她的便当然后我就说她回答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不吃她说因为这个味道大家不喜欢因为你们知道韩国食物味道比较重一点她就因为这样所以她不敢打开她的便当来吃我那时候看到我就好心疼真的是这样子啊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打架被等于说T恤几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带了饺子去学校对然后我在走廊上跟朋友吃的时候我饺子一打开因为饺子你知道冷掉的时候真的很臭我那时候也察觉到好像有点臭但是我没有管我就直接打开吃结果就有三个白人经过就说什么东西那么臭啊然后就看到我说是你的吗你在吃狗对啊他还说你在吃狗对他说你是中国人吃狗嘛为什么你怎么吃狗 好臭对真的假的对啊就直接打啊又打啊 I don't take any bullshit I don't take any of that 就直接那是不好的示范但是就是也是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觉得你那时候是什么overcome比如说这样子的adversity比如说被歧视或者是像你韩国朋友碰到这样子你觉得他后来有走出来吗还是他throughout high school都是很小心的吃他的便当 没有没有他那时候是我们是过小七年级的时候所以是最后一年他后来可能就是请他妈妈做我们做sandwich 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然后可能跟白人小同学一样都是吃相似的食物有点入境随俗的概念 对OK但我觉得像大家可能常常会看到国外的新闻不管是美国欧洲或者加拿大碰到一些racism的事情 尤其现在我们刚好碰到coronavirus的情况很多人会对亚裔的人很racist的对待 我觉得温哥华有还是会碰到但是大体上真的还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了 因为我觉得加拿大政府是非常protect整个racist behavior 我觉得跟可能很多其他国家比起来我觉得加拿大真的算很进步 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其实是有原因的跟大家解释一个小历史故事好了 好那我们温哥华其实在开比较开始economy在开始boost的时候 加拿大那时候有等于说海运很多中国的工人到加拿大去干我们的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火车轨道 火车轨道 throughout Canada 那那时候他们等于是苦工钱赚的很少对待也很不好 然后最危险的工作都是叫他们去做很多人牺牲生命死掉 到最后那个Pacific Railway盖完之后也没有人acknowledge说是这些中国人做的 在历史上没有人会去提到他们那时候政府对亚洲人还多坏 他们那时候防止更多亚洲人进加拿大就创了Immigration Act Tax Act 所以现在的tax移民税 对移民税的背后故事其实是racism and ironic 那他racism的方式就是防止比如来这里的工人再把他家人都带过来 他们不要那么多外来人到我们的国家侵略 所以比如说那时候的tax肯定你是50块 他给你tax raise到500块 所以很多那种来这里的工人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他家人 他不能回去China吗 那时候没有飞机啊 那时候是坐船啊 那时候是坐船啊 对哦 那要坐几个月的 所以很可怜那时候他们在这里 所以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所谓的China Town 那时候在这里的China Town还被外国人去攻击去炸炸店 赶他们出去 不光中国人或者是Chinese people 还有Indian people Indian people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 我们有一艘船叫Komagata Maru 他那时候到加拿大岸边 这些immigrants要进来 加拿大政府不让他们进来 要他们返回 可是他们那时候在船上 你知道那么从印度那么远的地方 那么远过来 他们上面食物什么都不够 这样子被强求的放过 不可能回一层 对 世界大战二的尾端 日本人在这里 所有的日本人 全部被放到Camps里 等于是像当初 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方式 没有那么extreme 但是也是把他们segregate 放到Camps里 这些都是我们的加拿大历史 最严重的就是加拿大人 他们当初对这里的原住民 把他们家庭分割 然后要求他们小孩子 一定要重养他们的洋室教化 拿走他们的land 所以这种种的原因 自从1977年之后 加拿大政府就开始 等于是说 amend他们以前所有做错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这个awareness很严重 你不能是racist 因为这个land不属于任何人种 它是multicultural的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here 很多人说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you can't say that because this is my country too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法律 保护任何的immigrant上 是非常的好 当然还是我有偶尔会碰到一些人 对你示怀 但是不会严重到说 攻击你或者是枪杀你 像美国那种比较严重的 而且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就是其实如果你把这种 很种族歧视的东西放在网路上 其实很快会被找到 没错 这也是网路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也是有碰过在这里的白人就是骂chink 因为我们这里是 现在的社会会有很多的stereotype 可能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 比较少碰到 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race stereotype就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比如说它说亚洲人的人都不会开车 你们会吃狗肉 你们眼睛小 或者是男生的生殖器官小 都是各种攻击去讽刺你 攻击你 那growing up with that 你其实我觉得我个人 我在这里读 从幼稚园到高中 常常碰到的就是一个self identity 第一你可以选择被人家点滴 说你就是等于是东亚比目的意思 二就是break their stereotypes 你不要让他们觉得所有的亚洲人都是这样子 你去prove给别人 你要先prove给自己 you're not like that right? 所以我觉得这个self identity很重要 假如说self identity我就觉得 我们可以聊聊 台湾跟China的比较中式的教育 跟国外欧美跟加拿大或美国的教育的不同 因为你刚好在那里读到六年级嘛 对 你觉得你个人的感觉差异最大是在哪里 应该是像那时候在台湾读小学的时候 每天的行程都是非常pack的 可能说早上六点起来 就会一直到下课 下课之后是直接去补习班 等于说一整天都在上课 然后一直到爸妈可能晚上七八点再来接你回家 那你回家之后如果功课没有写完 就是继续写功课 每天就重复这样子 你的workload超多的 对 我印象中是这样 我不确定现在小学有没有变了 但是我那时候刚来到温哥华之后 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你上的课变少了 然后上课时间也缩短 可能是从八点四十五分或九点才开始上课 到三点四十五分就下课 你下课之后是直接回家 那通常小学生 像白人们他们可能就比较不需要补习的问题 可是如果像那时候我要加强我的英文的话 就会上家教 可是都是老师来家里 所以那感觉很不一样 对 亚洲的补习文化非常的重 像我回去看我的cousins 我的唐姐唐哥他们 哇他们每天下课之后还要再跑补习班 然后回家可以说到好像半夜的时候才可以完成所有他们的workload 但是我发觉我在这里 比如说我在high school的时候 我超羡慕可能从台湾或从China回来的同学们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超厉害 你说读书方面 对 因为我们这里的教科师对他们来说就 piece of cake 就是玩笑嘛 根本就是没有人去上数学科或者是什么科学科 根本就是小学生的程度 所以他们那时候功课都超强 我就觉得他们超聪明超厉害 但是在国外的话他们就是 他们教育的方式是比较说是encouragement you know you're building yourself you're building self-confidence 但有时候也会变成是一个 inflated ego 就是这里的人就会有太过于有 自尊心 自尊心或自信 自信 过度自信 对 那相同的我觉得在教育上 这有好处 confidence 绝对是有好处 像我们上次讲自信 但是overconfidence 有时候就是会变成是 一个盲点 对 它就变成一个盲点 它就变成是 you have an ego Ego就是 老鹰 没有玩笑玩笑 是EGO 这个ego的意思就是 你的自尊心会非常的高 对 那有时候你就会接受不了别的变化 或者是批评 那我觉得亚洲教育 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好处是 我们都很humble 很谦虚 很谦虚 然后很selfless 蛮注重家人的啦 对 就是很多很好的family values 但这也有差 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是overinflated ego 然后不顾家 可以说 我觉得有分别 像比较欧洲的文化的外国人 他们其实是跟亚洲还蛮相像很多地方 很family oriented 很disciplined 很humble 美国的话 North America就是比较偏像那种overconfident 所以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 在于教育上出来的人 那我个人 就是我觉得是tak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你知道 两边都可以去吸收 对 那你那时候 来的时候 小六 那你的数学那时候应该很强 哇 那时候去学校就觉得说 蛤 他们现在才在学厨法 对 我就想说 我有没有上错课 就是 台湾或亚洲的数学程度 是真的比他们超前很多 太夸张了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那时候在这里读到六年级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哇 我数学超强 因为我那时候我妈也是会带我去补习 去学什么心算初算 然后那时候在班上 所以加减成书跟我来说 就是全班 全校第一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很 觉得自己很骄傲 对 结果我那时候去上海读 那个英国国际学校 第一 我们的课堂不是一天只有十堂课 那时候一天大概有八堂课 嗯 然后八堂课以外 我们那时候是 我从加减成书到那里读书的时候 是瞬间跳进维基坟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傻眼 就瞬间对数学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嗯 就觉得怎么会这么难 因为维基坟真的很难欸 但可是在那里 我那时候读七年七八年级 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在读 这种比较很challenging的math 在那时候在温哥华 我记得我是到十二年级才结束到维基坟 就是高三的时候 嗯 我觉得台湾的初中的数学等级 就是已经可以在这里上大学了 初中 对 真的 对 那你那时候读书还有什么样子的challenge吗 嗯 有啊 就那时候有ESL课程 ESL就是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嗯 在上高中 high school 八年级的时候 学校已经比较有完善的ESL system了 嗯 所以那时候不管是英文课 social studies 历史课 或是science科学课等等的 他们都会有分正常班还有ESL班 我当时因为才刚来一两年 所以一定是被分进ESL班 嗯 然后每一年或是每个学期结束之后 老师们就会看你的分数 如果有达到一个门槛 你就可以跳出ESL班到正常班跟白人们一起上课 就是正常的English level了 那ESL班的话就是你要真的要很努力 你才可以去上正常的课 那你那时候上ESL的话你会被歧视吗 因为你等于是说 你完全被categorized到另外一场课 就是等于说你们的英文是second language 嗯 歧视真的不会耶 不会吗 嗯 但是有一些ESL老师就是非常非常的strict 嗯 他就很严格 他就说你如果要跳出ESL班 就是你一定要靠自己 你一定要加强 你自己要更努力blah blah blah这样 对 好像我们可以总结一下racism在加拿大 最常碰到真的是亚洲人对亚洲人 我觉得是耶 就是亚洲人会去笑 可能在这里从小长大的亚洲人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可能没有太多的理解 嗯 他们对也没有去过比如说China 或者是任何Asian countries 他们等于说就是比较ignorate 因为我觉得racism就是来自于ignorance 那ignorance的意思就是无知 嗯 直接翻译应该是无知吧 可以怎么说 就是不理解啦 对 那我觉得不理解就会有fear 有fear就是会有hate 嗯 所以我觉得racism的root 它的起因就是因为不了解你 或者是他们基本上就是接受度很低 接受度很低 嗯 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他们大 他们的想法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开始接触真的学语言的时候是英文 嗯 那我那时候很反胖嘛 反抗 我那时候我妈会强迫我读中文 对 写中文 她那时候从台湾还会订 什么国语日报 然后每天要看每天要写 我那时候很排斥 然后常常因为这种事情被她打 现在很感激啦 因为我觉得我会双语对我来说是非常 嗯 有帮助 优势有帮助 然后我也了解了两边的文化 我也可以读中国的书 读中国的历史 但是我可以理解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很排斥 我觉得 嗯 我在加拿大就是讲英文 为什么要学中文 嗯 对不对 现在长大的回想的话 我觉得 It's important 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有小孩 你要把他带到国外 让他学国外的教育 然后要他们学国外的语言文化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根底 一定要让他们了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不管你是去哪个国家 因为这等于是你的历史 嗯 不管你怎么去identify你是哪里人 历史非常重要 对 因为你懂了之后你才会去懂你的文化 嗯 你才会比较open minded 我觉得你open minded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racist thoughts 嗯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嗯 所以我们以后的小孩 真的是 也是双语 一定要啊 一定要强 一定要强迫他去读中文 对 像那时候我来 过没几年 嗯 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很反抗要来吗 嗯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 我爸又反问我说 那现在在送你回台湾 然后我就说不要 那好不容易才开始习惯了 又要送我回台湾 但是就变成 他们每一年都一定会让我回台湾 一到两次 嗯嗯 尤其是暑假比较长的时候 他们就会 要我回台湾 那时候萱妈还帮我报名也是过于日报 要去上课 你要去上中文课 不然 你如果太久没接触的话 可能会忘掉嘛 其实那时候萱妈比较Care是我的成语啦 对 但现在可能还是有点辜负他 哈哈 就我们两个成语的话 哈哈 不是啦 其实我多读书的话 是可以啊 只是我们常常会讲错 或者是不理解 我们到底在讲的成语是什么 对 但重点是 常常Kevin讲错的时候 我还是都知道他想要讲的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知道我是想要讲什么 但是我也讲不出完整的那一句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诶我们怎么 我们每次都会很容易跑题 一算之下跑到这个题目 那回到教育上的话 你觉得你个人的感觉啦 你觉得你是带了什么样子的优势 从台湾的教育来 然后你觉得你在这里是 如果你是反过来 也是从加拿大回去的话 你觉得你是有什么优势 因为你两边都有 优势喔 我觉得最大优势就是吸收了两边的文化 语言上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啦 我不敢说我自己两个语言都保持得很好 嗯 但就真的是世界观跟文化 对我觉得世界观 世界观非常的重要 对 你比较多了解不同的cultures 就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相处模式 不同的宗教 我觉得 你对很多事情看法会变 真的 你不会很执着于说 呃 现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嗯 不是left or right 嗯 对不对 不是 就一定是你要选一遍对与错 其实很多问题上 不是黑与白 没错有很多灰色地带 对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对 所以 我觉得 在这方面 如果我可以 总结我以前两边的教育下的话 我觉得就是 open- 就是碰到什么事情 你不会急于说我要选一遍 嗯 或者是觉得哪一遍一定是对 哪一遍一定是错 你可以去吸收所有的东西 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对 而且我觉得我接受度也有变高 对 嗯 我觉得亚洲像比较没有多的racism 可是它 我觉得它是silent 它是安静的歧视 嗯 嗯 比如说 可是其实又很奇怪 因为亚洲那么大 然后亚洲人居多 它的歧视都是对于不同的亚洲人 对 互相的 对 比如说 台湾对Chinese people Chinese people 对 I don't know 东南亚人 韩国人对日本人 但是 你在国外的话 你在这里 基本上大家就是亚洲人 大家真的就是朋友耶 Yeah Everyone is you know Different cultures but And other people's eyes 在外国人的眼里的话 就光相貌的话 我们都是亚洲人 嗯 我觉得 我希望啦 我希望大家都是比较团结一体 因为我像以前 比如说 又回到我小时候闯过大家的故事那些 我觉得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那时候觉得 我们的 呃 台湾朋友啊 或者是Chinese的朋友啊 都没有非常的团结 碰到什么事情大家都有比较分散 嗯 但是我那时候 很讨厌又很欣赏韩国人 因为韩国人就是非常的 团结 他们就是很保护自己的文化跟 他们自我意识非常高 的确如果你不是韩国人 你会觉得 oh that's so annoying 但是你也要去欣赏他们那种意识 因为像我那时候在 呃上海有读过国际学校 那时候我们的英国国际学校 基本上都是欧洲人 那亚洲人很多的大部分 全部都是韩国人 嗯 我那时候就意识到每次跟韩国人 碰到事情的时候 哇 每次他们都是一群来 嗯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护对方 很保护对方 真的 很讲仪器 所以那时候觉得又讨厌 但是又觉得很欣赏 很佩服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种culture diversity在国外的话 就真的希望我们亚洲人可以 更团结一点 真的 我们刚才是讲到silent racism 对 是的 我觉得我像我回台湾 或China 碰到的silent racism 就是 他们 不会直接去攻击人 或者是取笑人 或者是有些stereotypes 去骂他们 他们的racism 让我觉得比较偏向是 嫌弃或者是看不起 对 对比如说对比较东南亚的人 嗯 或者是对黑人之类的 就是他们是那种 没有说讨厌或者恨 但是就是可能有点看不起之类的 就会默默的心理上这样子觉得吧 对 因为我有时候跟我外国朋友 他们说 How could you guys have You know racism in Asia You guys are all the same 然后我就说 First of all That's fucking racist Alright We're not all the same Let me correct you there Second of all 我觉得 嗯 就是 OK 骂 骂 骂太很勤奋了 但是就是 你骂得很自然 骂得很自然 但是就是 的确亚洲还是会有racism 只是它不是像国外这样子 identify 对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就像那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 真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有泰国人 然后也有印度人 还有印尼人 跟 跟哪里混血的 到处都有 对啊 所以接受度真的会变得高很多 因为你跟他们都会是朋友 然后你会对他们的文化有不同的认知 嗯 温哥华有一个很棒的特点 我觉得 嗯 connect 就让大家联系在一起 很powerful的一个tool 就是食物 嗯 我觉得食物就是带来的不同的文化 那温哥华你要韩国餐厅 印度餐厅 中国餐厅 日本 日本餐厅 哇什么餐厅 都有 而且都是非常好吃的 嗯 所以你在这里说实话 外国人也很难说是racist 尤其我们这个可能 我们这个年纪群 年纪群的人更难 因为他们接受很多不同的文化 他们又爱吃这样子的食物 嗯 你不能说 I love Chinese food but I hate Chinese people 对啊 所以我觉得 隐私文化 在国外比较总有很多人去那里 产生不同的 你知道 对 我觉得这样也会让大家更 appreciate 更珍惜 每一个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对 对 那 我突然想到对不起 我那时候刚来温哥华的时候 有一次我爸妈带我们跟他们朋友的小孩出去 那时候我就 那两个哥哥吗 就比我大的 他们真的是在这边出生 所以他们完全就是外国人 但他们也会讲中文 然后那天出去的时候 刚好大家肚子很饿 附近有个subway 那时候我记得 我印象深刻 就是在台湾没有吃过subway 而且应该也还没有进台湾 台湾现在 台湾有subway 现在有 但是当时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说 欸subway很好吃 大家去吃subway 大家就说 哦好没有听过 肚子真的很饿 可以吃吃看这样 然后那时候刚进去 看不懂menu 真的看不懂 然后全部都是英文 而且当时的subway 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多选择 当时是走健康路线的 就是什么一大堆蔬菜啊 醬料也没有现在这么多 然后可能就是最基本的chicken breast 鲍鱼等等的 所以我完全不会点 而且在台湾也很少 你知道自己加料的食物 所以那个大哥哥就帮我们点了 他就说subway真的超好吃 你们一定要吃吃看这样 所以他就帮我们点了之后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帮我点了什么 然后我只记得 我跟我妹吃了第一口 我们两个互看 然后就说 这...这...这...这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不觉得很好吃吗 然后我们就说 这好难吃哦 很难嚼很硬对不对 很硬 然后又没有什么味道 又想说 他们居然觉得这个好吃 当时真的不懂 马上想台湾的路边谈 立刻就想说 这跟三明治完全不能比 就殊不知后来 上了UBC大学之后 每天吃subway 我大学也是每天吃subway 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买那个footlong footlong 是什么 12inch 12inch 最大的 对我们可以分早餐跟中餐 都各吃一份 对但是 现在的subway真的比当时好吃很多 我不确定是我口味变了 还是说他们真的你知道 要有进步 对对对 我刚刚突然讲到一个话题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Fob Fob就是fresh off the boat 就是香巴老的意思 这个意思可能 新移民 新移民会笑你的英文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话题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从来不会去嘲笑人家是Fob 我觉得如果你勇于去讲这个语言 就已经很棒了 因为你会两个语言 你很厉害 你一个语言会 然后你又尝试去讲另外一个语言 像Shirley以前她也会有这样子的 insecurity 因为我会被人家说Shirley's a far 或者是说你有口音 对 但我觉得这种人的第一 你就远离这种人 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negative的impact 他就是取笑你 对 但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取笑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外国人 他到台湾住 然后他讲了一口破中文 你会去笑他吗 完全不会啊 你就会觉得 哇这就是 你好厉害啊 你怎么会去讲中文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concept 为什么这样子是 ok的behavior 但是你去笑一个亚洲人在加拿大讲英文 他都有口音的话你就取笑他 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attitude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任何人在讲 在学英文 在讲英文的时候 完全不要去怕 第一你不要去怕别人怎么想 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比别人强 你已经在学第一个语言 而且你还敢讲 这已经是值得佩服的地方了 对 然后讲到口音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因为我的不安全感 我就会跟我英文很好的女生朋友们讲说 I feel like I have accents 然后他就说 No you're perfectly fine 然后你英文很好 每个人都有accent 就像你讲中文 每个人的口音也都不一样 英文也都有各式各样的口音 对 对 像连我的英文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变 对 这个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大概前一阵子 我看了Kevin小时候的影片 那段里面 他讲的英文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那时候讲的英文就是百人英文 就是口音是完全就 外国人 因为我那时候中文不太好 对 我只会讲英文 因为在那段影片里面 因为他的家人一直跟他讲中文 然后就是那种小屁孩 一直用英文回他们的 对对对 所以口音其实一直会变 尤其你会 when you're bilingual 難怪你会被打 我会被打是有很多原因 但是bilingual就很难 你会切换不同语言 你就会有你独特的口音 Just take pride in your own accent I'll learn to do that too You got to take pride babe 没有什么完美的口音 你sound exactly like a white person的时候 这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因为你就是张亚洲面口 It doesn't make you better It makes it weird if you don't speak your own language 也不能说weird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不会讲 这是什么声音 对不起大家 刚好像 我们外面像好像有人在青玻璃 所以刚好有声音 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刚才讲是languages 对 我觉得 如果你会很多种语言 会有口音是正常的 对 连我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我跟朋友交谈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口音 但是不是说我的口音 is not fluent It's just 你知道有 It's not like a native speaker 对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兴趣执着 只要会讲敢讲就好 对 真的 How are we on time? I'm not sure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很起劲 对啊 我们现在目前第一个podcast聊了38分钟 后来45嘛 对 我们现在想慢慢挑战一个小时 对 但是不确定观众会不会觉得一个小时太久 对 我们会慢慢做一些收拾改进 如果你们觉得40分钟跟50分钟时间过得很快的话 再跟我们说我们很很乐意再把时间延长 你觉得我们今天有cover所有的话题吗?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聊得很broad 我们也聊了在这里读书长大碰到的一些racism 然后语言文化 我觉得大部分都有cover到 然后你那时候有说一句话叫character is built through adversity yeah character is built through adversity adversity的意思就是 多远 也不是说多远 adversity就是你碰到challenges 你碰到挑战 然后是很难克服的 然后是not in your favor 就比如说你碰到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攻击你 但是你还是可以突破 你就会build character character就是你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 我那天想讲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跟character 但是如果没有碰到任何的挫折或任何的challenges的话 一个人的个性不是不会是很特别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的特别 everything that's special about you is from your own challenges and your own difficulties that you've surpassed 你遇到的所有困难跟挑战 都造就成今天的你 你会得到这个结论 是不是因为看了那个韩剧离太远 男主角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哦我们会讲这个是因为那天我们看的时候我就看完的感想 我就觉得 因为Shelley那时候觉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个韩国连续剧叫 李太远 李太远 然后 诶这样子会不会有spoilers啊 你不要讲剧情 OK 反正Shelley就是很喜欢这个男生的个性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帅气 就是他的个性很很有企图心很有魅力 对那我就是那时候说他的character会这么有魅力 就是因为他 he's gone through so many different adversities different challenges 才创造出他这样子的个性 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觉得很棒的东西 很想要的东西或很向往的东西 很少会知道他背后的故事 其实或许他背后牺牲了很多 对付出很多 才会有这样子的造就 yeah 我们真的是什么都能聊 absolutely 对 反正现在看youtube的朋友 不是听spotify或者iTunes的 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头发长了个什么模样 我可以跟大家形容 我头上长了一颗香菇 Shelley已经劝我很多次 还有很多网友跟我说Kevin 拜托你剪头发剪灰右头 对 我真的很希望他剪头发 但是我尽力了 他很坚持 而且重点是 他明明有稍微动摇 预约了剪头发 他居然给我取消 我很固执 我想要pull through 我想试试看 反正无聊没有留过长头发就留留看好 他想要留那种五四头绑一个man bun no that's not man bun is accurate 所以五四头是中间这样子踢一圈禿头 那个brand叫什么 yeah it's a man bun okay anyway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希望 I'm sorry I have to point that out I'm sorry I'm a Chinese fob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聊天内容 没错 那今天送大家走之前想要share一个quot给大家 希望可以激励大家 you know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那就是 the biggest communication problem is we don't listen to understand we listen to reply 这个quot是by Stephen Covey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 他有一本书叫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7个习惯关于很有效率的人 那这个quot的意思就是 我们常常沟通上最大的错误是 我们没有在听人家在讲什么 我们听只是为了回复 急着回复 急着回复 yeah we listen to understand we listen to reply 我觉得这很重要 其实在生活往往中 有时候跟人家聊天 其实真的是 可以花点时间去理解人家在讲中 而不是为了回答或为了讲话 而去做一个回复 我觉得有时候花一点时间消化别人讲的话 再回复也没关系 yeah exactly 那今天的主题其实也可以延伸更多更多的话题 如果说今天主题有让你们想到 我们还可以再聊什么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yeah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say something episode 4 3 3 对不起 那么急 那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拜拜